大家好 等一下煮点这个排骨汤啊 再给我女儿煮一点排骨汤 这一次呢 我这个汤里面放点这个菠菜 然后等一下再擀一点面条 手擀面 然后下面条吃 这一次啊 就是全部是这个排骨啊 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是牛排骨 是今天 中午 不是中午 是中午啊 中午九点钟泡的 一直现在泡到天黑 然后刚才我又换了一次水 这个菠菜已经洗好了 其实巴基斯坦 有一种菜和这个菠菜是一样的 但是那种不是菠菜 这种才是菠菜 以前 有很多人都朋友都把那种菜误以为是菠菜啊 那个菜它比菠菜长得高的很多 看面条 其实这个面条啊 大家现在看着是不是特别厚 因为等一下就是这个面条拉一下就行了 然后就窄了 窄一点 然后也薄一点 因为我就是盘面的时候啊 这里面我放了一点油 放了一点这个盐 就是如果面条厚的话 可以拉一下 然后就是不容易断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吃这个厚一点 或者宽一点的这个面 因为我就是从小就喜欢吃啊 这种面 我用这个压一下 拉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变得很长了 然后现在是不是比刚才就是窄了很多 薄了很多 没有拉断啊 如果就是有想就是吃这个面条比较好吃 我个人感觉啊 好吃也有可能适合我的胃口 不代表适合大家的胃口啊 就是盘面的时候就是放点油放点盐 就是做出来的面条也比较好吃 面条已经下进去了 菠菜也下进去了 现在 这一锅这个汤 现在已经炖了一个小时了啊 看这个汤 应该 把里面的营养全部炖出来了 我加了很多水啊 现在就剩这么多了 我女儿 看到面条 想吃 好好好 爸爸喂你啊 看 上手抓 我女儿知道啊 我女儿吃过 看到之后 特别想吃 哎呀 看我女儿 手勾着面条 伸着手勾着往前看 来 哎 这个筷子有点弯 来 我女儿吃这个面条 每次都要吃很多 我刚才喂一下我大舅哥大女儿 还有她的儿子 看一下 他们说不吃 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有可能看到菠菜了啊 有可能看到这里面有菠菜 然后上一次做的 他们就 喝汤 然后面条吃了一点点 汤喝了很多 这一次汤都不喝了 看到有菠菜之后 看菠菜也很多 吃 不要用手抓 哎呀呀呀 我女儿吃得很厉害 怎么用手抓了 放嘴里面吃 吃 哎呀 搞到手上面全部都是 张嘴 吃 看我女儿大口大口的吃 其实小孩子啊 吃点面条比较好 比吃饼还要好 我每个礼拜 基本上就是 给我女儿 就是用这个手擀面啊 买点这个 牛排骨 要么就是牛骨头 给它熬汤 下面条 基本上每个礼拜 两到三次 吃点菠菜 看我女儿想要去 抓这个大碗 哎哎 吃着不过瘾 非要用手去抓着吃 幸亏我往里面挪了一点 要不然 一下子就给我 抓翻了 看 爸爸 哎 好了 现在 开始为我女儿 吃 大口大口的吃 来 呀 你的脚怎么了 来 吃吧 吃得很香 我女儿 嘿嘿嘿 嘿嘿嘿 好笑 我干 看 嘿嘿嘿 还和我老婆说呢 来 安静了 吃点蔬菜 吃点蔬菜 辣椒呢 没有辣椒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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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往里面够 烫手 来 不要咬我筷子 你咬我筷子的吗 来 吃 吃了 吃了 哦 我的表情 看我女儿的表情 哎呀 来 不要用手抓 不要用手抓 吃 不吃了 我女儿 刚才 我女儿不吃了 然后我在这里吃饭 我女儿又跑过来 又吃了几口 又吃了 四五口吧 其实我女儿今天 刚刚吃面条之前啊 她已经吃过饭了 然后在这边 我在那边煮这个汤的时候 然后我老婆 她们吃这个米饭 为我女儿吃了很多 我不知道啊 我要知道 就不让我女儿吃米饭了 让她多吃点面条 面条对 她来说 吃了对身体也好 不要碰你妈妈的鞋 其实 让我女儿多吃点这个菠菜 或者是胡萝卜 原本我想放一点红萝卜进去 红萝卜就是 没了啊 刚刚我出去外面再下雨 就没有出去买 只放了一点菠菜 我女儿今天 虽然没有吃多少面条啊 但是我女儿今天下午吃的也不少 吃饭吃的不少啊 看我女儿看到面条之后 那个表情真是 恨不得 一口就全部把面条吃完 不要咬 不行 拿过来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